说起一拖成名的女星 可能很多人会想到舒淇 亦或是秋舒珍 她们应该算是众多艳星中 转型最成功的了 经常会有人这样说 她们是靠拍风月片出名 但她们能把脱掉的衣服 一件件穿上 并拿下影后 但今天要说的这个人 她也是一拖成名 也是人们公认的艳星 但她没有像舒淇和秋舒珍一样 靠转型拿下影后 而是直接靠着风月片 拿下了影后的称号 她就是吴嘉丽 说起吴嘉丽 恐怕年轻一代的影迷 很多都记不清楚 但是对于7080后的影迷来说 绝对是不会忘记的一位女神 因为她是唯一一个 凭借风月片 拿到金马影后的女人 就是这位属女强人 却用13个字拒绝成龙的追求 如今58岁仍然单身 那些隐藏在背后的故事 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 1963年 吴嘉丽出生在人节地灵的香港 父母哪里会知道 在若干年后 女儿偷偷做了一件事 将会改写一生 她小时候居住在九龙 对演艺圈非常感兴趣 1980年 周润发 赵雅芝主演的《上海滩》开播 看到剧中的许文强和冯成城 她非常的羡慕 受这部剧的影响 所以便报读第17无线电视议员培训班 与吴嘉丽同期的学生 那都是日后在娱乐圈里叱咤风云 名阳四海的人 比如刘德华 梁家辉 许锦江在那个年代 通常毕业之后 都是独生科 或者是个秘书工作 不喜欢寻规刀具的吴嘉丽 这才报考演艺班 还没有毕业 就有人来选美 最后让她在一档节目里 做欢乐小姐 其实工作十分简单 比如挽着嘉宾出场 或者是送花 以及烹奖品 不只是她 吴嘉丽的好几个同学 也是来着发展 但是 吴嘉丽的同学发展迅猛 而她却是不温不火 其实她没有什么野心 只是比较反应 一出道就颇具女人味 和《无限台签约》之后 她所出演的角色 都是那种第三者 或者是情妇那样的勾魂夺破 还真不是一般的女人心 能够驾驭的 1987年 不想红的吴嘉丽终于红了 那一年 刘德华早已凭借 神雕侠旅火的发烫 吴嘉丽也迎来了 属于她的机会 当时导演林领东 正在筹拍 由周润发主演的电影《龙虎风云》 彼时的周润发 早已是收视率的保障 她能出演的片子 肯定差不了 虽然男主角已经确定 但是女主角该去哪里找了 这可让知名大导演林敏东犯了难 当年《香港影坛》的女演员中 要我温柔似水 要么她有侠女风范 再不就是美丽动人 但偏偏这部影片的女主角 是一个风尘女子 但也不乏侠骨好情 几经挑选 林大导演看中了吴嘉丽 但是这个选角 遭到不少人的质疑 与周润发搭戏的是一个 既不漂亮也不娇小的女人 实在是令人感到费解 最后林敏东拍吧 定下了这个女主人选影片上映之后 果然没有让这位大导演失望 吴嘉丽饰演周润发的女友 阿红在一个以男人为主题的电影中 吴嘉丽的表演真的 如她在电影中的名字一样 给整部电影添加了一组红色 吴嘉丽凭借此片 为提名《香港金像奖》 最佳女配角奖 后来在电视剧季节里 她还和梁朝伟有着令人回味的演出 这样的第三者 却是令人牙根之痒 甚至和母亲逛超市的时候 被一个女士指着骂 说她是抢别人老公的坏女人 起初 吴嘉丽感到不太适应 后来明白自己的演技 获得认可 同时她也理解观众慢慢的 也就不再想这些事了 1988年 她出演喜剧电影《大丈夫日记》 该片的导演楚源正是最会拍摄《古龙武侠》片的男人 当听到吴嘉丽的合约将要结束时 这位大导演说道 别续约了 出来拍电影吧 就这样 在楚源的建议之下 吴嘉丽没有和吴现续约 而是将要步入正轨 还声称自己要拍摄大胆一些的戏 有些嗅觉灵敏的片商 在她的这些话语中嗅到了潜在的气息 于是便找她拍摄一些胆大包天的戏份 不过 吴嘉丽特别强调 她不想轻装上阵 而是介于大胆与清纯之间 属于那种性感女郎 1989年 她和刘德华联手出演电影《第一剑》 这对春日的风景里又添上隆重的异彩 1991年 吴嘉丽、林郑英、钱小豪主演的《僵尸至尊》上映 在影片里 她扮演女鬼小丽、林郑英的僵尸片 可以说是步步经典 而吴嘉丽在影片中的角色是相当讨喜的 一年 吴嘉丽又和许多大碗参演了不少影片 和周星驰主演的《神死观》 该片打破香港电影票房记录 成为年度票房冠军和年度十大卖作片之一 此时的吴嘉丽算是达到了事业上的一个小巅峰 虽然还没有拿下影后会关 但是谁都知道 吴嘉丽拿到最佳女主角奖只是时间的问题 如果你观察仔细一些 你会发现有些女性一辈子都没有获得过金像奖提名的 果然 吴嘉丽在1993年就拿下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桂冠 可以说一时风头无两 不过 这部电影按照香港电影分级来说 算是一部风月片 也算是吴嘉丽突破的一部影片了 说到风月女星拿到影后的人选 舒奇和李立真都有过经历的 但是舒奇靠最好的时光拿奖 李立真靠千言万语得了金马影后 唯有吴嘉丽是凭借限制集影片夺得了金马奖影后的 这也是独一份了 1993年的金马奖颁奖典礼上 成龙为吴嘉丽颁奖 还深情地献上一文 这一年的成龙不甘寂寞 凭借电影中暗组获得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 之后两人变成传出拍拖的消息 据传圈里的人谈论香港女星的性感 大多数人都比较认可一摘杂志的排名 觉得钟楚红是第一性感美人 成龙借着酒精说吴嘉丽才是第一 据说在她的身上 成龙没少花费功夫约她吃饭 邀请她拍戏 甚至还从国外的一些小礼物 其实吴嘉丽和成龙在拍摄电影霹雳火的时候 曾有过合作 可惜戏份极少 最后片段还被删掉 面对这些绯闻 吴嘉丽表示和成龙不是太熟 她也不是自己心中的男友类型 那个时候的成龙早已结婚 而吴嘉丽曾经和朋友说道 我坚决不会找一个已婚的男人 其实吴嘉丽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 在八十年代末 她节时督查王永基 起初两个人很深爱 恋情维持了八九年 可惜这位男朋友吃着碗里瞧着锅里的 最后以劈腿的方式告吹 再到后来 王永基在一次受训中猝死 那个时候 两个人早已分手已久 这本来是剧本中才有的剧情 可却偏身边发生在她的身上 此后的几年里 吴嘉丽一直都在拍摄电影 1999年 她和张国荣合作参演电影《流星雨》 成为风尘代言人 但是她同样也是演技派 只是太过可惜 她的感情之路颇为坎坷 不仅遇人不输 实至现在也未找到如意郎君 她不想在圈里找另一半 所以这么多年始终都是单身状态 时过境迁 香港电影再回不到当初的繁荣了 当初黄金一代的女星都渐渐老去 前一段有人拍了吴嘉丽的金照 再也不是妖老的身子了 胖了许多 但这就是岁月啊 有些女星会不断地出现在大家面前 正是自己还年轻 但有些女星却已经渐渐淡出大家的视线了 这里是洞见人物 如果你有想听的人物或者是故事 欢迎留言 我将尽快为大家呈现精彩的故事 我们下期见